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着实让我们很惊讶 但是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 虽然最后被淘汰了 但是也是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他原来只是快乐大本营中一个隐形的主持人 根本没有太多的话语权 并且还会一直遭到网友的吐槽 说他在节目里一点作用都没有只是一个花瓶 还为什么每一次都参加节目的录制 可以说他前几年过得非常的辛苦 忍受了很多言语的攻击 原本他就是一个小姑娘 却最后被大家逼成了女汉子 什么都不拍了 是不是最近黑粉都消失了 就因为他和潘伟博参加了我们向爱把节目之后 也算是不断的提升自己 许多的网友对他有了新的认知 慢慢的有很多人喜欢上了他 众所周知 他是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 一直默默无闻 怎么说话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 也从来没有在舞台上长个好的位置 还要接受许多网友的吐槽 我们大家都知道 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凯蒂猫的小女生 这些年的变化也是有目共度的 她不仅仅参加了许多的综艺节目 在我们向爱把和潘伟博 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 许多的网友甚至认为 怎么会挺无心参加这种节目 大家都吐槽他满屏的尴尬 不过在后期经过两人的磨合 也许许多多 给我们观众撒了一波的狗粮 网友都称他们为伍伍雄夫妇 而且也为无心圈了一大波的粉丝 到现在他们在生活中也是很好的朋友 别看他是一个小女孩 平时节目里默默闻 大当咧咧 其实他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孩子受了很大的委屈 因为他的参加节目 自己的流量热度不断增加事业上有了上升的空间 并且在新武林大会上 受到了很多导师的热渴 还在影视界获取了女二号的资格 看得出来他真的非常的努力了 自己不断的上升和进步 提起三年前的事情 他累如雨下和老师都替他不知道 在三年前有着许多的黑粉 也不是很有名 那个时候 他有一个前男友是一个圈案人 为了保护他的前男友 不让他受到观众的关注就没有公开 对他来说真的是付出了 不但结果两人分手了 男方还故意抹黑他 甚至登录他的微博 私自发两人的私密照片 在这段时间 无心的生活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真的付出过 所以没有办法不选择原谅 学许多多的网友特别的同情他 现在的他名气越来越大 不管以后在工作还是实业上 希望他顺顺利利的 他也许不是好的主持人 但是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努力 一点点的去进步 你们喜欢他吗? 明天unte开 开始 出发 开始 吸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